沒有 身體還可以 沒有 我有一鐵還可以 哪一鐵 鐵齒 鐵齒 充離寬不只鐵齒還很有義氣 陳冠希標罵林志玲 寬姐第一時間看不下去 立刻挺身而出 站出來標罵 所以第一時間知道說 我是很驚訝的 我說應該是駭客入侵 怎麼可能有那麼離譜 對不對 林志玲怎麼了 他是 他到底是X你媽 X你爸怎麼那麼嚴重罵成這樣 邱黎寬驚訝之餘還相當氣憤 隨即怒嗆陳冠希要見他一次打一次 寬姐也自爆 從小看著陳冠希長大 這樣的發言讓他不敢置信 不可能那麼離譜 然後其實陳冠希 我以前非常欣賞他 因為我跟他爸爸好朋友 我跟九哥好朋友 我覺得他那個時候 其實我在香港的時候 我很看好他 第一時間我是不認為 陳冠希會那麼幼稚 邱黎寬說 自己跟陳冠希的爸爸 是多年好友 陳冠希已經是大人了 應該理性處事 不能再這麼幼稚 他是屬於那種打不還口 罵不還口打不還手的藝人 我覺得他是一個 可以說是藝人的模範生 對 我覺得 你說難過一定會 我們很喜歡 不相信林志玲會打壓秦淑培 邱黎寬表明力挺到底 兩人相識多年 十幾年前 林志玲在拉斯維加斯 差點被黑道強迫參加飯局 也是寬解路見不平 出面解圍 這一次依舊霸氣 為志玲姐姐撐腰 希望事件趕快真相打白 記者先問一下羅衛景 特別報導 為大家說 明天見不死 カッコ有多棠 入心 一次